從AI伺服器到AIPC 記憶體確定走出了復蘇之路嗎 因為我們看一家公司是美光 美光公布了上季財報跟本季財測 雙胸優於預期 美光昨天儘管每股大跌 但盤後股價大漲超過了4% 今天激勵台場的記憶體族群一片的紅通通 我就連老AI概念股 包含了品牌跟代工廠 今天也都是開低走高 最近很難操作的大家都說是AI股 甩來甩去 終究要上去的話 誰整理之後再轉牆呢 但我想問鍾伯哥 我們講過好多次了 包含了現在的新產品有AI功能 從伺服器到PC大家都在討論 為什麼記憶體的表現 可以跟著這些產品一起水漲船高呢 先說美光麥克風的股價 真的是令人跌破眼鏡 昨天大漲了快4%多 但我們曉得美光其實今年 受制於它的記憶體的價格大跌 所以它的股價一直都一蹶不振 那為什麼呢 因為原來是它的這個 上一季的我們說的財報 跟下一季就是未來的財測 全部雙雙優於預期 我們來看一下 上季財報本來分析師預期 它大概營收是45.4億美金 但是結果公佈多了快2億 47.3億 所以它的調整後EPS 是從-1.01美金變成-0.95 你有沒有看小小的少了0.05 少了0.05 少賠0.05 但是下一季的猜測就很厲害了 你看分析師預期是49.9億 它大增加了將近5億 51到55億美金 還有你看它的EPS 從-0.76變成-0.38 少賠多少少賠一半 我們曉得股票是這樣子 如果它一直都很賺錢 其實沒有什麼驚喜 通常都是什麼 有虧轉贏的股票才會大盆發 轉機 那為什麼 我來用美光直系長他所說的話 美光直系長他說 如果我們今年這個 說的記憶體大跌 但是明年的價格絕對會好轉 後年會大漲 他甚至講了一句話 我聽了都覺得 這個美光真的是 將來一定會大賺 他說2024年 他們的HBM 就是我們講的叫 高頻關記憶體 對 高頻關記憶體 Hybrid Wise的這個Memory 它的產能 在今年已經全部售慶 今年就賣完明年的份 這個意思嗎 你明年能生產的產能 你今年就已經都賣光了 那不就是供不應求嗎 大家看一下 有沒有 High Bend Wise Memory Market 從2023到2028 蹦一下 這整個是有沒有 警示噴發 是 三倍 好 那我們來看 如果說以需求量來講 成長最快速的會是亞太地區 然後最大需求的地區則是 當然還是北美 然後它的年複合成長率 會高達25.86% 是 那三國鼎立是哪三國 我不曉得SK 海力士 還有三星 那再來就是 美國的 美光 這個海力士跟三星就占了市場的九成 但還有一成就是美光 所以美光很可能就會因為這樣子 造成昨天的4%的漲幅 不過講到AI AI伺服器 還有AI生成器 AI生成器 所以我們現在來講Google最近又發布了一個全新的影片生成 我們叫Video Point 影像詩人 你看一下這個熊貓打牌這段影片 這真的打牌嗎 它真的在打牌 對 但是問題是它是怎麼弄出來的 怎麼合成出來對不對 你是不是這意思 對 怎麼畫出來的 不是真的熊貓不可能打牌 你寫一段話就好了 熊貓打牌 你就寫熊貓打牌四個字 最好是 影片就出來 而且還十幾秒 而且還十幾秒 好 再來 我們來看另外一個 士兵升國旗 這都知道 硫磺島 美國六個陸戰隊大兵 在硫磺島立國旗 對不對 這是一張照片 這是一張照片 你現在網路上都找到這張照片 你把這張照片給Video Point 他就把你拍成 許許如生 拍成十幾秒的影片 好 再來 我剛才說十幾秒的影片 不是只有這些 給文字還是給圖片 你也可以給他一段影片 你給他一段影片 他就自己幫你延伸 那以後哈利波特 我看大概就可能 自己在家裡也可以DIY 是不是 我再給大家看一個浣熊 浣熊這個 大家看 他就跟人家揮手 戴墨鏡 大家有想到什麼 我舉例 星際義工隊 對 那是浣熊 星際義工隊以後 該不會在未來很可能就是 個人版的電影 這個是一樣 這我告訴你 他的劇本也是由我們講的 以語言深層模型去寫成的 這個影片這麼厲害 等於說他的劇本是AI寫的 然後再把這個劇本給Video Point 去弄成影片 全部都AI 好啦 我們來看ICT三大佬 怎麼看AI 我們剛才講的是伺服器 用到的是HBM 那現在我來講的是 我們在用的電腦 對 因為你說這些影片我要做的話 我要用什麼做 電腦 電腦啊 電腦破牆怎麼伸出這些影片 過去電腦叫什麼PC 現在不能再叫PC 未來以後會是AIPC 先來講ICT三大佬 ICT三大佬 包括紅旗總經理陳俊勝 華碩執行長胡舒斌 合作董事長童志賢 他們三個人共同有之一同認為 未來會是AIPC的天下 那AIPC要用到什麼 來 我們過去的電腦PC是用的是CPU 重要處理器 那未來AIPC呢 你要有更大的運算能力 你要更大的資訊儲存空間 你就必須是CPU 因為還要再加NPU 神經網絡處理器 那再綜合我剛所說的微軟 Google不斷的推動語言生成模型 或者影片生成模型 或者影像生成模型 所以將來跟AI扯上邊的 不管是AI伺服器的HBM DDR 還是AIPC的NPU 都會有很大的爆發力 好 中文哥講到 從Google發表的影片生成軟體 如果說你想用的話 你沒有AIPC怎麼做得到呢 最近盤面上面最強的就是AIPC 包含了宏姬 包含華碩 CES都要搬出殺手級的產品 要跟其他的品牌大廠來PK 那我想問問楓總 講AIPC雙A 宏姬華碩 兼股價博碩 尤其是華碩 盤中股價兼台股這麼爛 還可以創高 這個如果說我真的想要切入 AIPC概念國的話 我從品牌上去找 現在還有沒有肉 還是說一台筆電這麼多的零組件 什麼樣的一個零組件爆發力最強 這個我最近聽到 大家都在講說2024是AIPC元年 然後1月9號有西夜市展 那個AIPC是重重製造 我心裡面就是 我今天來節目 就感到覺得很愉快 為什麼 我11月開始在上節目 我11月開始講的時候 我就講了兩檔股票 華碩的子弟 畢竟大家記不記得我 我就講迅捷跟海華 那時候我的著眼點就是說 那時候大家知道 那時候伺服器機殼什麼什麼 都還在疊得很深 還在谷底爬 那時候我說大家不要失望 AI會從雲端轉入終端 那時候我講的就是AIPC 我最近看到 大家都在討論這個我好高興 可是就是說 大家現在一定想說 最近連那個大牛骨 紅雞都會飛貼的 華碩創高的 對 華碩的子弟兵也很紅 那我今天列這張表 可能很多人有很多種列法 我今天列的方法是什麼 像藍色就代表說人雲 就是大家都耳熟能詳 或者是說大家覺得 就像這個細微 創始性高 創掛牌高了 對不對 它就做基本輸出路的 它百分之五十都是做筆電 就是電腦一定要用到韌體 一開機的時候 它就是開 有一個黑畫面 對 要幫那個作業系統 跟那個硬體做連結 那就是韌體功能 那這個都已經創 創掛牌高的股票就不要去追了 因為隨時爆量就會震大 所以為什麼我用藍色 藍色代表說 或是這種短性過熱的長高了 你可以拉回來可以考量 但是不用急著去追 那組裝廠呢 對 組裝廠都還不錯 像比如說 但是它會用震盪走高 為什麼 因為一開始先激情 後來籌碼 因為股本比較大 所以會用震盪的方式 那我列入來 指的部分代表什麼 大家可能有想到或是忽略掉 或是已經忽略它一陣子 那它才剛開始要輪動 那紅色是什麼 就是我要告訴大家 市場上所沒有注意到 或者說它被嚴重低估的 這個就是我們要跟大家報告 我舉個例子 像譬如說 我雖然說講過迅捷海滑 我從51塊開始講的 最多漲到80塊 漲了50% 我來的時候32塊 講了最多漲到49點多 也漲了50% 可是因為這兩檔股票 EPS都是1.8 一個1.83 一個1.8 一樣的EPS 這個漲到了7 80塊 這個才在40塊 你說海滑 有沒有低估 有沒有這個空間 它是做無線網通 我們什麼東西 AIPG都是 Device都是要帶著走的 沒有人在拉線 所以無線網通重不重要 對不對 這就是我列出來 我列的方法跟別人不一樣 我不會說 散彈打掌寫了一大堆 就是這些股票都是有機會 但是越紅的 越紅的代表說 你短線上又要趕快把握機會 值得已經開始在發酵了 那我們就來看下面一張 海滑風總說有機會 跟這個賺差不多的迅捷比價 那兩檔個股通路的茂訊 這個茂訊是全台灣 它是專門在賣筆電 所有的公司都去交給它 然後它設各個不一樣的攤位 可是到最後萬流歸宗 都是一哨鈴 不管是Acer ASUS HP 微星 聯想 Dale 這個連Sony的Vivo 對 它通通都是 然後它是怎樣 最重要是為什麼要跟大家講 這檔股票 大家不要以為說好像位置很高 有時候你會有一個盲點 就好像位置高了 好像這80幾塊 可是我跟你講 它11月的時候 營收創歷史次高3.5億 可是它8月份是歷史新高 是3.5億 只差100萬 所以這個次高幾乎跟新高是差不多 你要去思考一個問題 現在還沒有開始賣AIPC 就已經創歷史次高 還沒有賣AI筆電 就已經創歷史新高了 將來賣的AIPC AI筆電還得了 對 那你看這個1到11月 稅前EPS高達9.86元 那稅前我們 稅前我把它 用稅扣掉以後 也差不多有接近9塊錢 所以說來到這個位置點 本一比也不到10倍 所以說這個地方大家可以注意 如果你錢說8 90 10塊 你就心裡面好像有點掛 而且位置高高的怕怕 今天記憶體絕對是當紅炸紙機 尤其是我要跟大家講 這張股票叫8088平安 我先跟大家講技術面 一定會過 然後我再跟大家倒回來推論為什麼 你看上升趨勢 溫達達沒有變 然後你看 他這個走這個波段 突破頸線之後有沒有 拉回守住頸線 我告訴你下次就是突破這個高點之後 然後又浸震盪 又在守這個高點 為什麼我說這個地方叫值日可待 快的話大概太 搞不好年底這兩天過 慢的話 西夜市場之前一定也會過 為什麼 很簡單 你看這個點位叫40幾塊 其實你看 它是什麼 全世界我們說台灣最大的模組廠 大家一定會說我知道威剛 很好 可是你知道威剛占全世界的比重有多少 多少 3% 才3% 對 那你知道全世界第一名叫什麼 叫Kingston 威剛才第三名而已 對 威剛第三名對不對 才3% 3% 結果金士頓占第一名占78% 你有10個第二名模組 有7個到8個全部都是他 他在台灣就是幫他做模組的代工廠商 是誰 8088平安 而且平安的第一大股東就是金士頓 而且三年前他叫這個平安 從那個中國大陸把整個移回台灣 他那時候就已經有看到一些東西 就叫他移回台灣 那按照他的方式去 結果你知道嗎 非常有趣 你看 平安去年賺3.48元 前三季賺2.42元 然後你看 10全 怎麼0.01 一定很強金好多還賠錢 對 對 都賠錢的 都90幾 80幾 很多人說看記憶體要看什麼 有沒有低價庫存 其實這個是有個 都庫存越多的話 收費越高 平安他不需要搞這東西 我舉個例子 假定說我今天是品牌長 那我今天說 我不曉得那個明君 會不會來跟我下單 可是我要準備一點貨 可是記憶體疊價的時候 我就變成什麼 疊價損失了 對不對 那現在只是說 他們自己買太多了 現在記憶體上來說 我有這個很多的低價庫存 可是平安沒有這種困擾 平安他因為他控制得很好 因為為什麼 他的第一名 百分之78都在記憶體算 所以他可以幫他安排說 你什麼時候開始買 什麼時候買 他沒有那個什麼 低價庫存的壓力 他不會有那個疊價損失 所以你看 他的毛利率 竟然是17% 比那個威剛15%還高 那比10全進行高太多了 股價 你看獲利這麼棒 毛利又最好 股價竟然是人家的一半 甚至於三分之一 你說這不叫低估 什麼叫低估 政界 雙界 演藝界 跨界揭秘 重案 選案 風紀案 拍案驚奇 新聞內幕 獨特觀點 釐清事實 破解謎團 我是陳明君 我是李嘉明 盡情鎖定 武器新聞網 真相不漏網